哈喽大家好呀 这里是大白一号机 宠物系统开启后 梅普鲁又搞出了新火 别人是去驯服怪物 他是去变成怪物 去海底吃了趟章鱼刺身 左手直接进化成触手 如今工会里没找到宠物的 还有克罗姆 ゾ和伊兹 ゾ希望能找个机灵点的搭档 克罗姆想要恢复力强的 他最近在做一个长流程任务 伊兹想要适合生产之夜的伙伴 全员都找的怪物 也方便他们下一届活动 于是大家分头行动 决定在今天就完成任务 ゾ到城里闲逛 他基本已经记住了这里的玩家和NPC 不过走着走着 倒是遇到了个从没见过的神秘人 跟着神秘人来到森林里的一座小屋 见小屋里空无一人 ゾ在观察了一番之后就关门离开 嘴里自言自语 什么都没有 那当然是骗人的 ゾ杀了个回马枪 果然让他发现 书下上有一本书的位置变动了 伸手一碰 书就变成了一团史莱姆逃出的木屋 紧接着ゾ接到任务镜子 击败活动怪物静史莱姆 一提起镜子 ゾ就知道该去什么地方了 但愿这只史莱姆的能力和他想象中的一样 ゾ来到一座满是矿石的山洞 很快通过镜像找出了伪装成矿石的史莱姆 ゾ召唤魔导书库 却不想史莱姆还能变形成他的样子 甚至拥有一样的能力 本以为是个果然翁 没想到还是个百变怪 两个武器库开始疯狂忽人技能 但防品到底还是比不过正版 在ゾ的火力压制下 史莱姆被打回原形 树上记录 史莱姆会为了寻求知识化作其他生物 只要继续发动50种技能和魔法 就能将其收服 于是就听见山洞里一阵霹雳啪啦响 展示完全部技能的奏 成功获得史莱姆的青睐 他给史莱姆取名叫凑 当凑拟泰成他的样子后 会获得他所有的技能 虽然威力只有一半 但奏对此也非常满意 一次寻找怪物时 注意到论坛上说 发现了精灵形态的怪物 他根据指使来到一间矮人工坊 接到了名为三项考验的任务 完成条件是将指定的三种道具 强化到最高等级 并附加指定能力 只能说专业对口了属于是 矮人将资料交给伊兹 上面都是一些从没见过的道具 借助精灵的力量就可以完成佳作 但他必须证明自己配得上做他们的主人 伊兹二话不说接下了任务 不过任务需要的都是很难获得的素材 需要组队才能拿到 挂逼梅普路闪亮能场 伊兹路上正好遇上梅普路和蜜依相约练集 一听伊兹做任务需要组队 蜜依二话不说答应了 第一个任务点在火山 距离城镇还挺远 梅普路准备召唤归归 蜜依表示用不着 紧接着他召唤出了自己的宠物 不死鸟伊格尼斯 三人成鸟一飞冲天 梅普路察觉到蜜依好像很兴奋 蜜依脸黄地表示 自己想早点让梅普路看看他的宠物 会长害羞之梅普路限定 伊兹到火山需要寻找多种矿物和头目熔岩龙的素材 他很快发现了自己需要的素材 蜜依和梅普路负责警戒 对付同为火属性的怪物 对蜜依来说有些棘手 但是这里能获取的经验相当高 是个绝佳的练技地点 说着蜜依和梅普路搞起了军备竞赛 出现的怪物惨遭高丸和欧皇骑连吊打 死无葬身之地 伊兹在另一边和他的素材岁月静好 作为谢礼 伊兹给两人准备了特制的药水 回栏增益一体机 蜜依用了都说好 Boss熔岩龙出现 梅普路使用固若金汤召唤机械神 左手变形触手狐脸 都给蜜依看呆了 你还有多少惊喜是真不知道的 蜜依也不甘示弱 叠满buff后 骑上伊肯尼斯 对熔岩龙使出连环高尚言报 说出去都丢人 好好一火系怪物被火焰打死了 伊兹去采集掉落 梅普路又整出了个大火 本以为大枫树美好辅助 结果不声不响出了个伊兹 看来下次工会战要赢他们不容易 伊兹的素材需要慢慢采 而此时的克罗姆还在干叹的长线任务 他在海边的悬崖发现一束洞窟 靠着血后轻松碾压过通道内的幽灵小怪 一刀秒了海盗船长后 克罗姆在船舱里发现了堆满财宝的宝箱 通过宝箱内爆出的羁绊之桥 克罗姆契约一只幽灵凯甲 之后伊兹也完美交付任务 从矮人手中得到戒指 召唤出了一只超级可爱的萝卜精灵 精灵能根据不同地点使出各种各样的力量 伊兹给他取名叫做飞 大枫树的大家都驯服了自己的专属怪物 克罗姆更是当面表演了凯甲武士变身 不出意外的把里萨吓了一跳 凯甲套凯甲 克罗姆的耐久被叠到了离谱的程度 堪称究极血牛 大枫树不养烦人 变态程度再上一层楼 今天的美谱录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